有时候我们说 从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 甚至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都会被放大来检视 这是相当正常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民进党籍要来参加 台中第二选区补选的 参选人林静怡 25号她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结果被大家说 这个看起来像是傲慢现行 首先记者就来问到了 最近有些议题 大家都想知道 你这个参选人 或者是正式人物的想法 像刚金融捷运 大家不是一直去问柯P吗 所以大家就问了 最近物价上涨 还有这个疫苗来出的议题 甚至是不是国家机器 动起来等等 这些议题就拿来问林静怡 结果没想到 她居然记者还没问完 她就开始打断她说 你是在问问题 还是在发表意见 那么记者当然就回答说 我想要听的是你的意见 结果没想到 林静怡不只是打断了 记者的提问 还低头先看看记者 可能是在看你是谁 然后再看看一下 记者的麦牌 想看看你是哪一个频道 你是哪一家电视台 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其实在现场 大家都感受到了 记者对这种气氛 是非常敏锐的 现场只能用尴尬 两个字来形容 同时大家在回看之后 发现说也看到了一些 政坛的傲慢 这个消息曝光之后 大家开始检视了 有网友就表示说 这果然是女版陈柏维 还有人回应说 把自己当蔡英文了吗 治安事件层出不穷 不管是北中南各处都发生 这种被围殴致死 或者是这种重伤害的情况 那 食安的问题也是所有国人 不分年纪族群 共同关注的 而且是全力来要捍卫的 那所以这样子情况 其实不管是总统 部长院长立委到民众 没有一个人能够 脱离这个责任 所以身为候选人应该要对 治安 食安 这些议题要做一个 非常 要来正视这个问题 所以迁怒别人 或者是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指责别人 这是绝对不对的 那所以对于现在的执政党 只会选举 不关心民生 不关心人民 这是非常不齿的 为什么一个立法委员候选人 可以傲慢的不回答 这样的问题呢 难道是怕得罪 讲话得罪到现在的执政党吗 所以我们真的要呼吁 选一个立法委员 是要代表当地的民意 是要以民意为一规 而不是看任何党 任何颜色的意思 而如果说不回答问题 还要对媒体呛唐的话 我想这样更是大可不必 毕竟媒体是公胜的第四权 监督民意代表 监督政府天经地义 不管这个记者你喜不喜欢 不管他代表的台 你喜不喜欢 你可以不回答 那你为什么用 这么粗暴的动作 对待记者 不敢恭维 就是态度很不好 就觉得可能在人品上 有点瑕疵吧 有点问题这样子 那就是他们本身的傲慢 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 我讲一下的话 长期以来他就是一个 傲慢的一个态度 针对于说其他的问题 他觉得对他不永善的 他就拒绝回答 他本身就是他们自己 本身民进党是一个傲慢 跟所谓的谦卑 谦卑再谦卑 那是完全不同的两样式 他今天反咨询这个记者 这种心态是非常不好的 傲慢 狂妄自打不好的 人民真的自己要考验清楚 怎么可以 去批你记者 对不对 他们都还没当典 如果用这种彩头 他有可能会带我们的 谁是真的为地方人民好呢 想必在地都看在心里 有时候大家说态度决定高度 我们来听一下 在地的时事评论员 庄子富他就认为 林静怡对于这个莱猪议题 立场反复 让当地的选民首先就不信任了 再来看到了林静怡 傲慢的对待记者 他说恐怕是因为 他如果败选也无所谓 因为在党内可能还会安排他 其他的官位 民进党使用大量的资源 不管是民进党自己花的 五千八百万 或者是透过其他政府机构 来做宣传的这个公投的议题 会不会影响到中俄选区 很多人一开始认为说 哇这个对林静怡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利 对严宽恒呢 是非常不利的 其实呢中俄选区呢 对这一次的这个莱猪议题呢 反应非常大 毕竟呢这个选区呢 还是比较传统选区啦 阿公阿嬷也好 或者是爸爸妈妈也好 都会担心这个 含莱克多巴胺猪肉呢 在市面上销售的话 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 再加上这一次 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叫林静怡 她本身又是个医生 而且是妇产科医生 那针对这个议题 她不但不反对还支持 她的理由是 我们按照国际标准 可是呢 我们看过去2016年的林静怡 打脸现在的林静怡 怎么说呢 2016年她是反对的 现在她赞成是说 因为民进党是按照国际标准 但是呢 我很想告诉民进党的朋友 包括林静怡这位候选人 2012年 2012年 Codex平台就已经设立了一个国际标准 但是2016年你是反对的 结果你现在呢 又承认说 过去我们反对是因为没有国际标准 所以我们现在赞成 这一次的 1218的公投 到底是对严宽恒有利呢 还是对林静怡有利呢 现在目前看起来呢 对严宽恒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毕竟她在推动这个民生议题上 她比较站得住脚 所以呢 其实这一次四个公投议题 坦白说 对林静怡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那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在这个中二选区里面呢 是不管的 她还是希望这个四大公投 一定要过关 那至于林静怡的选情 到底四大公投对她有没有帮助 坦白说 民进党根本不在乎 民进党不在乎 其实林静怡一样也不在乎 为什么 因为呢 她即使不当选 她还是有官位可以做 还有接下来 大家看看 这场活动这样可以吗 迎战四大公投 苏贞昌在昨天 他出席了一个万华的公投说明会 当时台上有谁呢 有副总统赖清德 然后他们喊出了第五个不同意 这个同样的喊给谁听呢 喊给万华的选民听 但是他们在挺的是谁 他们在挺的是林长佐 要万华的民众投下 公投四个同意之外 五个不同意 这个完全把这个公投说明会 说好了是公投说明会 现在这不等于变成了挺林长佐的晚会吗 很多人都质疑苏贞昌赖清德 这根本就是公器私用 现在林长佐还亲自上阵说 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是毫无逻辑 非常的荒谬 那么蓝营现在认为 执政党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一直不断的利用国家资源 违反行政总理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糟糕 就像我今天国事论坛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腐烂治国 那常常在野在潮的时候换了位置 脑袋就同时换了 这个是非常严重 但是我还是要鼓励我们的全民 就是绝对不能够放弃任何一个希望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我们这个会期是预算的会期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国会频道 你会看到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 行政官员在编预算的时候 他连他编的基础他都搞不清楚 常常在我们询问的时候 他完全文不对题讲不出来 我们老百姓还要继续 让废我们的名子名高 在这些的三保内阁三保官员上面 继续让这些的行政团队 用我们的权来洗老百姓的脑 然后来做对老百姓不利的事情吗 执政党动用国家资源 包括副总统赖清德 包括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进行反公投宣讲 这种做法其实有违行政中立 甚至昨天在万华场 民进党的四个不同意 甚至也连结了 反对罢免林长佐 变成五个不同意 这种做法实在令人家匪夷所思 实在令人家啼笑皆非 到底执政党的立场是什么 显然民进党有必要说清楚 民进党喊出五个不同意 就是打他们自己的脸 因为他们讲说 公投要跟大选分开 一个对是一个对人 结果他们昨天自己 把事跟人混在一起了 说五个不同意 还说要反对罢免林长佐 这就是人 所以就不是事 就打脸自己的 所以可以从这边就看得出来 民进党讲什么都鬼话连篇 只有制造蓝绿对立 没有办法针对公共政策 做很理性的讨论 只会煽动 只会操作 所以这样的政党 讲出来的话已经没有人相信 他们的公共政策 也都是正在他们政党利益的考量 所以对于这种政党 我们一定要秉持理性 把头像四个同意 让他们知道 人民不是这么好糊弄的